今天刚刚大家有留意我们地铁海报或者一些消息的宣传 周杰伦来香港5月初来香港开演唱会 有没有买票? 没有,买不到 我觉得也是买不到 因为很久没有人来看 又是用刚才德哥说的那些 BOT 那些这样的 外挂程式 这样就买完 这个情况,我认为说公道话 因为售卖商 例如Bandai,P Bandai 或者演唱会方 理论上应该是做到一些事情 但没做 说完了 外挂程式不是你控制的 其实你怎样出一些票 其实你可以控制 其实之前都有神明认证的情况做过 不知为什么现在又好像又没有了 Anyway 如果真的买不到周杰伦的票 的朋友仔 现在我有地方安邁ToysTV 你这个开场吧 真的想不到 没错了 看回周杰伦的设计 Hero Cause 和周杰伦联成的作品 之前介绍了一只 这次又有另外一只 既然开演唱会 当然是华丽一点 那我们给个华丽 转身 华丽转身 Chill 多谢Ricky 又是Ricky 有口水坚的 他会这样叫黏着 为什么呢 其实他知道公仔 有一个很漂亮的私人 在这里 防止刮花 他就黏着一张 这些叫做 雪梨籽 类似叫水梨籽 其实应该不是要随之的 另外呢 就有个静静交代包住 这个版本呢 其实我觉得 挺设合他演唱会的宣传 没错 我们是跟他们一起合作的 好啦 其实当然不是啦 我们没有收钱的 这个呢 其实有一扇帽 哦 没错 但是呢 这个厉害的地方就是 他又没有东西 我感觉到 好像有点 好像有点 有点 这边 但是对转了 是不是吸着呢 又是有小时辰的 好像有点 但是好像不是很稳 好像 好像不是 他应该是打横的 不过是不是这样呢 好像有点 但是他又不吸着 所以呢 我想就 这个成为一个迷了 但是anyway 你这样固定放呢 不要紧 够两下就可以了 拍着阿迪了 不是拍我了 好啦 所以有点 是正常棋 是不会跌的 很明显啦 这些是浪家玩具 大家的玩法 当然不是关节 或者是 怎样似真人 但是这个呢 Final Beller 其实已经不是大家的弹 这个呢 是什么呢 就是PHB001C 这个真的是一个华丽版 来的 大概是8吋高度 连上帽 手脚是可以动的 我先脱下帽 这个真的是华丽一点 上次介绍的那只 又不同的 所以呢 我觉得呢 带来看演唱会也不错 还有这个造型 是挺明显 明显的 那如果想 买这个呢 我据闻应该 好像官方还有货 可以考虑去 想一下 价钱应该 不是很贵的 几百元 几百元里面 好 那这个 喜欢周杰良的朋友 可以 考虑一下 也可以 看完演唱会一起 一起去 一起去看演唱会 有些承螺丝 好 那下一个节目 又再来了 因为 其实真的是 啊 我想回应一点点 得刚刚 什么炒玩具 那些呢 又说到有些 就是有些火 那最近呢 小弟都分享了一个节目 就是刚刚上星期 那个 李仓道 被人爆了 那说到玩具的价值 那我顺便说一说 可以留意一下我节目 我觉得都很多反应 有整二十几个人回覆我的名字 那现在我已经组合了名字 所以迟一点 我就会公布 究竟我会用到哪个名字 但是暂时呢 我有些阉尖 好像未出现到 那个最理想的名字 那希望大家继续 拥入去 帮这个节目改名字 那这个节目 主要就是做什么呢 就是做一些 关于玩具的事事 说一些 关于玩具的东西 点滴 或者幕后 做玩具 买玩具 或者买玩具 一些日常生活的东西 对了 可能呢 反而觉得多些师兄们 会喜欢看 或者喜欢听 例如说玩具 和生活 讲价值的东西 那没错了 这个刚刚好的 玩具的东西 炒的 买不到 我觉得不要紧 很重要 赵德哥 他之后 他也有办法买到的 应该 不可能会比贵 会比贵少少 他比贵少少 他比贵少少 那如果你不贵的话 那就算了 那就不用买了 对了 所以真的不需要去 去买炒价 我才觉得 对了 没错 因为总会再出的 当你几十年后 你动息这个 玩具界 或者这个 投资界的情况 你就会 看法一切 你就会很开心 好 我们到下一个学人节了